油亮金黃的烤鴨 從烤爐裡釣出香氣逼人 鴨肉鮮嫩多汁 餐館堅持麵皮要自己擀自己煎 這道北平烤鴨是天廚菜館的招牌菜 這間創立49年的餐廳 抵擋不住疫情的影響 預計將在4月16號開始 暫停營業兩個月 第一時間聽到這消息 是有點震驚 也覺得有點遺憾 對 是有點可惜 對 因為畢竟是一間那麼老的店 然後東西什麼的也都蠻好吃的 沒有打算 就是好好休息一下也好 因為我在這邊工作也很久了 所以要當作把它短暫的休息 員工無奈只能當作 兩個月是喘口氣 畢竟生意不好是事實 晚餐時間來到餐廳 只有三桌客人 餐廳空了一大半 另一邊的大廳房 十個大圓桌空無一人 原本三四層樓營業 現在只剩下四樓還在營業 翻著櫃台一夜夜的菜單 每一道都是老饕的最愛 但新冠肺炎讓大家不敢出門 業績掉了九成以上 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你看我今天中午 我今天中午只有三個客人 還是兩桌 一個就一桌做兩個 一桌做一個 三個客人 你看我晚上就這麼幾桌 總經理很無奈 餐廳將在四月中休息兩個月 實際重新開店的時間 則需要是疫情的狀況而決定 消息一出 老饕都很驚訝也很不捨 記者林永明王一眾 台北報導